我叫阿飞 外号叫打飞机 你以后跟着我 我到你 你现在身上有没有36块6啊 只有6毛钱 意思到就行了 那 老大赏你的 你谢谢老大 先不要叫老大 你走过去捅他一刀 捅完才有资格当我的小弟 这两个靓仔可不简单 他们就是日后名震江湖的飞机双煞 阿飞从小就接受社团文化的薰讨 每天不是帮着大哥摸摸杀猪刀 就是帮二哥送点散装面粉 偶尔还要帮三哥带两盒口香糖赚点零花钱 这天阿飞刚出门就看到社团混混在路边打杂 而受了欺负的伤犯却拿着儿子撒起 还教育他不要学自己 长大以后加入社团才不会被人欺负 这一幕刚好被阿飞看到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狠青 那你想不想威风啊 想哦 原来阿飞看他傻头傻脑 便想收他做小弟 然而阿飞收小弟也是有门槛的 他让阿飞拿刀去给老爸报仇 才有资格做他小弟 不要害怕 你闭上眼睛 捅他一刀 捅完就散 以后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快去 在阿飞的怂恿下 阿飞辅足勇气对着混混的菊花打了个招呼 就这样守战告捷的二人 从此便踏上了江湖路 莫怕滚打树棉后 他们终于当上了社团的快递员 这天运输途中不慎将泄斗家伙打烂 恰巧被巡逻的警察抓了现行 幸好他们从小机制过人 立刻谎称这些都是拍电影用的道具 怕警察不信 又说他们是剧组的武术指导 随即就在警察面前表演了一套刀法 然后又一边翻滚一边跑 没想到这波操作下来竟让他们成功逃脱 好不容易才把家伙运到现场电影来众人哄强 可他们手脚太慢 此时框中仅剩两把绝世神兵 大战在即 老大为了鼓舞士气表演了一下关功爽大刀 幸亏小弟们机灵过人 要不然都要去领盒饭了 紧接着双方就气势汹汹地冲向对方阵地 阿飞和阿基两人也是意气风发紧跟在老大身后 可跑着跑着他们就开始原地打转 众人已经开始团战 可他们却在人群中浑水摸云 为了不被老大发现阿飞更有绝招 他扮演成敌对帮派和阿基扭打在一起 敢问你们二人这是要在电影里拍电影吗 不得不说他们演技还真不错 能直接秒杀众多小鲜肉 更过分的是 他们表演累了竟在路边悠闲地喝起了柠檬茶 而此时混战中的老大明显体力不支 主要是手里的关功刀过于沉重 在混战中根本施展不开 很快就被对方夺刀追着砍 阿飞 阿飞 快走 老大被人追杀 这不可不够一起啊 你怎么写 我也不知道啊 老大 快来救我 老大 眼前这两个酷似歌神影帝的量仔可不简单 他们正是号称黑帮克星 老大收割机的飞机双煞 此刻已经躺平的便是他们克死的第一任老大 就在众人悲痛万分之时 阿飞却无意中发现老大手上金光闪闪 于是他立刻细经附体跪倒在老大身旁 哭得那叫一个声泪俱下 阿飞凭借着高超的演技不但让阿基都信以为真 就连一旁的大嫂也被感动得痛哭流涕 鬼哭狼嚎之后终于把老大的手势洗劫一空 镜头一转 二人来到地下市场嚣张 本来想着这次终于能改善改善生活 可没想到却被老板告知这些全都是不值钱的假 原来真或早就被他们最爱的大嫂当掉 第二天他们加入了刘备的帮牌 没想到才上班第一天就遇到关公抄场子 这时小弟进来报告 前几天丢失的宝马酒系 不知怎么的又回来了 阿飞抖了个机灵 提醒刘备车里可能会有炸弹 要不说为什么做人千万别多嘴 阿飞怀着去世的心情来到车旁 他趁着汽车不注意之时 一把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紧接着一股作气发动了汽车 还好并没想象中的烟花 众人悬着的心也终于可以放下 刘备也满是欣赏的拍起手来 这次兄弟二人升职加薪是指日可待了 一路顺风啊 没成想刘备刚刚上车 车门就自动上锁 同时收音机也启动了 就这样飞机双煞瓶实力送走了第二任老大 阿飞也算姐姐 连火葬费都行 我们那装动点啊 我们这大队都没用亲戚过来 听的是最亲戚的事 你好好抱着 你给我小心点 你要来天明 阿姬 小心阿姬 千万不要放 拿着 不是扣我的 也不是扣我的 大哥呢 刚才不是你拿着吗 我已经交给你了 大哥 对不起阿 大家赶快围起来 不要让我把大哥吹大了 吹不出点心点气 大家快点围起来 好 踩到大哥了 大嫂 你不要伤心了 我已经叫你喘吸尘器了 大嫂 我先帮你把大哥的手啊脚啊收起来 吹不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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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任老大在飞机双煞稳定的发挥下 成功被送走 好在那个年代黑帮比电影院还多 他们很快又加入了新帮牌 这次的任务是收笔满仗 为了壮胆 他们便在身上画满了纹身 什么事 黑牛是吗 在里面 想不到黑牛竟在兵室里工作 为了第一单能成功 他们也只能咬牙走了进去 可当他们看到人高马大的黑牛时 立刻就怂了 想要溜之大吉 然而此时大门却怎么也打不开 无奈之下他们也只好硬着头皮要掌 不要以为你快走大就不还钱了 我们不卖你的帐 你今天如果不还钱 我们就扶出去 要这样子称 很容易得肺炎的 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 他们身上已经开始结冰 就在二人准备跪下认损的时候 不久前捡到的关公圣火另吊在了地上 黑牛见到后立刻吓傻了 没想到他们竟是关公的人 要知道关公在业界可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 无奈之下黑牛也只能还钱 就这样二人假借关公云一成功要到第一笔账 正想着第二笔账该用什么手段的时候 没想到开门之人竟是阿姬失散多年的二婶 原来二叔倩下高利贷自杀后 二婶独自带着七个孩子生物 现在就连房租都交不起 准备搬到桥洞去住 听到这些后阿姬感动的痛哭流涕 于是大发善心让阿飞把刚收到的钱拿出来 不料阿飞用力过猛将所有钱都掉在了地上 几人都不注意之时 熊孩子已经将钱捡起交到了二婶手中 阿飞想把钱收回来 可奈何二婶的手上却像是沾了520 了不起啊 散财同死 还有多少亲戚没死啊 告诉我你收账是我们的工作 我知道我知道了 你知道你知道等下我们账收不回去 九哥会砍死我们 那以后老大给你当好了 我不当了 好啊好啊 这是吸血带创始人罗哥 他心狠手辣 只一小弟少收了一千块就被拉去柜丁板 另一个小弟则是黑了五千块就要自断五个手指 一旁的飞机组合看的是胆战心惊 因为他俩黑了罗哥三万块 怕是要从眉毛以下截肢了 不久前飞机二人假借官公民意 从黑牛那收到了三万块账款 谁知下一个借债人竟是阿基的二叔 可在得知二叔被高利贷逼的家破人亡后 阿基一时心软就把要来的三万块都送给了二十 他们寻思一番后 最终还是决定回去向罗哥认错 想不到这惩罚的方式太不血腥 情急之下他们耍起了小聪明打算门混过关 眼看着躲不过去二人只好再次开启一定模式 可就在这时官公劝救了他们引力 一听到官公的名号罗哥差点吓得当场去世 一时间竟忘了自己是黑色慧还让手下赶快报警 然而一切都为时已晚 官公已经将大门封锁 他只能硬着头皮带小弟冲到门口 可这些小弟看到官公豪华阵容后纷纷下的四散而逃 罗哥没了办法只好爬过去求饶 官公向来心狠手辣怎么可能放过他 命令身边小弟扔下圣佛令后 罗哥便被扔进了搅拌车 就此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飞机二人在24小时内可死 第三任老大的消息轰动一时 凡是江湖中人见了他们都要堵着走 更是给他们送了飞机双煞的称号 就连好朋友称哥对他们也是避而远之 看来黑道算是彻底混不下去 于是二人变贷款开了一家公司 做起了博际娱乐生意 自从飞机双煞被飞到封杀后 他们变贷款做起了颜色生意 想不到才刚开张就招聘到了 从新加坡来的亮亮 我想问你 我什么时候跟你上班 明天 明天 那我明天穿什么样的衣服 随便你 反正都最后啊 都要脱 脱什么脱啊 看你本事了 怎么你们这不是摩托简单吗 原来亮亮本是模特 他是被黑中介骗到乡党来从事颜色生意的 飞机组合明白过来后立刻给黑中介打电话 想要将其臭骂一顿 哇靠 龟空强 你他妈的搞什么 想好那个波妹是来做娱乐器事业的吧 你干嘛告诉人家做什么model 做什么walk 什么walk Johnny 哦 Johnnywalk 这样你不是叫我们去做那种逼梁卫上的小白脸吗 告诉他要他退货 听到了没有 我老大叫你马上退货 还要退钱 对 还要退钱 要不然我们打了你跪根朝天 是 好好好啊 下次我们喝茶再聊嘛 好好好 再见再见 这个死龟宫啊 不发火当我们是病猫 怕了吧他 他说什么 他 叫我们两个不要这么机会 要不然早上把我们挂了 什么 马上挂个电话给他 我觉得他这次是来真的 这个我也知道 不过你刚才没跟人家说对不起 以后见面很难看 当天晚上又有一个漂亮空姐找上门 飞机二人马上就被眼前的袖色 深深吸引住 这时亮亮打开房门兴奋的迎来上来 向二人介绍了他的朋友后 便将空姐带回了房间 空姐的到来让飞机二人兴奋不已 纷纷想着晚上做点羞羞的事情 晚饭过后 阿飞趁着两位靓女打游戏的时机 想要偷偷吃点豆腐 而阿基却总是憨憨地跑过来破坏好事 无奈之下阿飞只能假借困意将电视关闭 而两位靓女也觉得时间差不多了 便走向浴室去洗澡 此时只剩下飞机二人激动不已 阿飞为了照顾小弟 决定第一个机会让给阿基 对其讲了一番规矩后 又给了他两个口香糖 两位靓女洗澡出来后 看到床上一副吃汗模样的阿基 立刻将他赶了出去 阿基只好抱着被子垂头丧气地 来找阿飞一起睡 阿飞在数落阿基没用的同时 已经断定这两个靓女都喜欢自己 拿起两个口香糖就要过去赴约 可就在这时隔壁却传出了羞羞的声音 看来今天晚上的活动是要泡汤了 飞机二人也只能老是躺下睡觉 兄弟二人怎么也没想到 吃到嘴边的叶霄竟然被一个女人抢走 第二天他们就准备好麻省 想要对亮亮霸王硬上弓 可万万没想到债主金牙诚竟然找上门 金牙诚威胁道 如果不还他八万块就要把亮亮拉去做金鱼 不做就退钱呢 九出十三规 八万 我不要做金鱼 诶诚哥 那假如她是我的未婚妻 是你未来的弟妹呢 怎么说 未婚妻就是还不顺 金牙诚手下迅速将飞机二人控制 然后强行将亮亮拉到屋内想要语气打不可 门外的阿姬则是急得气不成声 早知道金牙诚今天要上哪 我昨天晚上就先上了 现在都划不来啊 把他变正常 不要再做同性恋 他是同性恋 就跟随便人家杠他 你太卑鄙了 这时候我就打你 兄弟二人假装吵架成功摆脱了金牙诚小弟的控制 并将他们制服 随后冲到屋内讲了金牙诚的排局 可金牙诚也不是吃素的 竟从背后抽出四十米的大砍刀 阿飞健壮立刻服务 将金牙诚控制后 三人成功逃至大街上 然而屋落偏逢连夜雨 此时又出现一群霸气侧落的黑衣人将他们截住 二人被五花大绑抬到关锋面前 一顿猛如虎的操作原来是在算他们的五星八字 隔天关公就为兄弟二人举行了盛大的路会仪式 在众多小弟的欢呼声中俩人身着一缝一白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闪亮登场 可高兴不过三秒 接下来他们就笑不出来了 原来关公要与他们煞血为谋 只是兄弟二人不明白关公为何要吐一口血弹进去 自从关公有了克星相伴 果然赶走了一切没月 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都不能伤及分毫 与此同时飞机二人也成功借助关公的名气出人头地 不但将社团文化带入学校 更是一举拿下了女神亮亮 可好景不长 这天关公心急火燎的把兄弟二人叫到办公室 说自己的雷抑症想要自杀 还没等二人反应过来 关公便已扣动手中的扳机 可望了没想到 枪声过后关公却毫发未伤 反倒是一旁的胖子军师中枪倒地 有种装窃听器 没种杀物 他该 连来胖子军师竟然是警方安插的卧底 随后 关公吩咐二人将尸体坦成八八九十一块 扔到北冰阳未起问 很快他俩就划着小船来到北冰阳 虽说他们从小就加入社团 可杀人放火的事却从没做过 无奈之下也只能闭上眼睛一顿乱砍 可没成想却把小木船成功砍了 几天后 胖子军师的尸体就被冲到海边 而办事不利的兄弟二人也被警察拘留 是不是关公照你们的 我既然能带关公做老大 我就要讲义气 你们以为我是小别三 看着兄弟二人嘴太硬 警方便使出一招离箭计 他们刚出警局就被众多记者团团围主 本以为光宗耀祖的二人对着镜头 慰问起了七大姑八大 而另一边电视屏幕前 当关公听到飞机双煞药出卖 他并转坐五点证人时 直接气得将电视干报 很快兄弟二人就遭到关公的追杀 甚至派人在交通要到风路盘查 就在他们走投无路之时 幸亏有伟哥出手相助 送给他们一车装备 随后便坐着快艇气他们而去 眼看着关公就要带人杀到 事已至此兄弟二人也只好硬着头皮和关公听了 虽然他们有一车的武器装备 但还是架不住关公这边火箭筒的威力 他们只能汽车逃至一处大仓库内 本以为躲过一劫可万万没想到 却落入了关公的包围圈内 大丈夫能屈能伸 兄弟二人只好向着关公跪地求饶 并解释他们中了警方的离箭计 可关公根本不听 势必要处死二人 数十把RK直接就上来招捕 然而飞机双煞也不是吃素的 直接丢出一袋子手榴弹作为回忆 将关公一群手下团灭 本以为胜券在握的关公大吃一惊 拿枪出现在两人面前 废话不说直接给了他们两枪 好在关公枪法不错 刚好打在了金刚盔甲之上 关公正欲解决他们 可枪内却没子弹了 然而此时阿飞却从口中咳出一米 迅速上膛朝着关公射击 奇料关公突然关公附体 竟活生生地接住了子弹 关键时刻 伟哥开着插车出现 两人见状立刻把关公引诱到插车跟前 随着集装箱落下飞机双煞的第四任 大哥也成功地去领核范